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党宣的熏陶之下 始终认为现在是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 人民既不需要担忧 也不需要自由 跟着共产党走 日子会越变越好 这个信念来自于三十年来 国人已经忘却了 还有一种死 叫饿死 中国人见面打招呼通常都是 你吃过了吗 吃了吗 可见几千年来 中国人把吃饱 当作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知道人类有记载以来 全球没有战争的时间只有两百多年 中国历史上呢 也是战乱不断 1949年以后大的战争不是很多 最近三十年 几乎是一枪美方 所以我们沉寂在一个虚幻的和平中 提到目前的这个难民危机 大多数人都知道黑非洲跨海而来 登陆老欧洲 许多人都把它归咎为利比亚战乱 使黑非洲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从时间上来看 其实并不是这样 美国在2006年开始了清绝能源计划 他们把过剩的谷物 尤其是玉米 转化成乙醇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乙醇染料 只能保持一个月 你如果不使用 它就被降解了 这个技术呢 原先并不成熟 为什么后来被推广了呢 因为美国始终有这么一条法案 国内市场上溢出的谷物 按百分比 会被国会捐赠到 需要粮食 需要接受援助的地方 所以非洲有许多国家 是依靠联合国粮笼组织 由美国为主要捐赠方的 粮食捐赠 来生存 美国一旦放弃了对外的援助 大宗的粮食不再免费的捐出 那么黑非洲就自然出现了粮活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四大 股物交易 交易商 它们垄断的95%的全球股物交易 三家是美国公司 一家是法国公司 现在农业呢 基本上都是订单化 没有订单 是不会生产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本土的耕地 无法保障全民的食品需求 在全球都在收紧 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的时候 还在幻想着 继续能够靠进口股物 以及续产品来养活14亿人 中国有多少外汇储备我不知道 外国的厂商 因为去年开始的 在外企开设党支部的这个要求 因此而撤出的 现在我们每天都能看到 当外企撤出以后 贴牌生产的 组装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少 其实对外贸易的这个所谓的顺差 也就会逐渐消失 中国能够出品的能源 出加工的工业产品 并不是很多 不谈它对国内的 副作用有多大 出口换汇的能力 越来越小 这是不言而喻 每年我们要进口粮食 大概要600亿美金 而且是年年不断 中国的人口增长 与粮食供应之间的缺口 是相当大的 即便现在提出了土豆组粮化 农业部也要求 要保障 它有一个数字 大概是6万亿吨粮食 它要保障什么呢 它要保障联合国粮笼组织提出的 人均400公斤的这个标准 国内的粮食产出 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按统计局的说法 差不多 实际的缺口呢 大概在1万亿吨 外汇充足的时候 每年进口大概是1万2千亿吨 如果外汇出现短缺 这个进口将不得不缩减 易营 中国能够越来越强盛 依靠我们本土的力量 就能让中国走向强大 甚至 对全世界进行我们的意识形态的输出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战争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外敌入扣 短时间内不至于 但是边疆 出现边界冲突 或者说边疆内部发生一些大型的暴恐活动 导致全国出现凉笼问题 尤其是西方主要国家利用国际协定 以中国压远 以中国压迫人权 或者说屠杀本国人民 甚至是与边界 我们所交界的一些小国 引起了一些边界冲突 那么从海上对我们进行封堵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中国的外贸 进出口 主要依赖于海运 我们没有面向大洋的出口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全是对中国实行封堵的航线 南海马六甲霍尔木兹海峡 进出口一旦被打乱 不说封堵即便是一个海上的临时检查 就会导致海运的阻弱 不要认为它没有发生过 银河号就是一个先例 如果进出口的船只 都遇上银河号的遭遇 其实海运就被终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本土无法依赖农田的产出 养活国人 和平还能有多远 战争呢 它其实很残酷 中共一直在避免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最搞笑的 是穿着一身上将军服 告诉人们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这个人叫刘元 其实呢作为一个政客 他说这个话是没毛病 但是穿上军服 带着江俊贤 去说这样的话 就不是很恰当 我们常年在影视作品中 看到了共军的战士 依靠双手就能撕裂鬼 在战地出现了一些血色浪漫 所有的战地片 都出现了女主人公 人们在感叹着 战地上出现的爱情 它的美好 往往忽略了 战争中所带来的残酷 人类在冷兵器时代 往往参与战斗的人数很多 那么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 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个人打的情况 都出现了 尤其是在中国战场 甚至中国战场还曾经出现过 韦军比黄军多的现象 因为战队正确 所以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场 都成为了战胜 当然了第二次比较搞笑 他跟那个法国一样 一部分投降了 一部分搞了一个抵抗政府 中国在二战中其实也是这样 国都被占领了 国统区域越来越小 那么国民党分出一支 由汪精卫带领 投降了日军 好就好在大家都不计较 都觉得中共是战胜国 他们最后利用 国府抵抗了八年之后 国弱冰皮的时候 攫取了天下 因为无法描述正面战场上 国军的抵抗 所以他们把躲在 几角嘎拉的一些小型的战斗 演化成抗战的中流体重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作品 都是描述了共军怎么样在抵抗 其实国军呢 牺牲了三百多万将士 两百多个将军 共军死亡了多少我们不知道 真正牺牲在战场上 相当于将军这一级的只有三位 左拳适合被证明 他是为了摆脱脱派的帽子 在战场上 刻意地自杀 彭雪峰据说是死于黑枪 老红军资格的高纸队长 是被共军自己处决的 那么黑历史有很多 正面战场又不敢去渲染 只能编出一些所谓的抗日神剧 所以我们很多 没有经历过战火的 都以为战争即便来临 也不需要害怕 他们甚至不知道 在战乱中 白骨路一远 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在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中 幻想的永久和平的 不是一个两个人 说些他们不爱听的话 也许会换回来很多骂名 我只希望国人能够 证实这一点 无良不稳